當然我們客觀來講啦 35W這個速式呢 也真的不是太快喔 你看我隨便抓一隻我手邊的 Redmi GT2 Pro 它就達到65W的快充 更不要講其他廠牌 還有什麼100W 120W等等之類的 所以蘋果呢 在今年的iPhone14 給你升級到35W 其實也不是什麼 太值得開心的事情啦 嘿大家好朋友我是阿康 今天呢 要來好好跟大家繼續聊 關於iPhone14的相關消息 那今天聊到新消息呢 跟之前的影片 多少都有些新關係 所以如果你沒有看過之前 聊關於iPhone14各種消息的影片啊 歡迎點上方的資訊卡 回頭先去看看喔 因為真的算是 每一個禮拜 都有不同的清東西啦 好啦 第一個消息呢 跟大家聊 未來iPhone14 它的最大快充的效率 可能會達到35W喔 前幾天呢 蘋果無預警呢 在官網丟出一個技術文件 就是跟你講說 蘋果未來會推出一個 兩孔Type-C的35W快充頭 那還可以推測呢 這個35W 兩個Type-C的快充頭 應該是蛋花家的類型喔 其實我個人是蠻期待的啦 畢竟充電筒這種東西呢 非常多的副廠都有在做 但是蘋果迟迟都沒有推出 自己專屬的蛋花家充電頭啊 那我們從細節來看喔 為什麼蘋果會給你 定在35W這個數字 其實我覺得也就代表說 今年的iPhone14 最高支援到35W啦 當然我們客觀來講啦 35W這個數字呢 也真的不是太快喔 你看我隨便抓一隻 我手邊的realme GT2 Pro 它就達到65W的快充 更不要講其他廠盤 還有什麼100W 120W等等之類的 所以蘋果呢 在今年的iPhone14 給你升級到35W 其實也不是什麼 太值得開心的事情啦 我們回頭想一下 在去年所推出的iPhone13 Pro Max 最高是支援到27W的快充 雖然說官網的文件 都只有跟你講到20W而已 那為什麼今年會給你 加到35W呢 無非就是iPhone14上面 它本身的電池容量給你變大嘛 這邊同時我想先做一個小調查 如果是你 你覺得一隻手機 你最需要的規格是哪一部分 是鏡頭真的很多啊 畫素要拍得很漂亮 拍照要很好看 還是晶片效能要多強打遊戲起來有多爽 或者你就希望這隻手機 它的電池容量比較大 序號比較久呢 都歡迎在這下留言一起討論囉 所以我們回頭來講 今年呢 iPhone14我們都知道 會推出四種機型 兩種不同尺寸嘛 評價版跟旗艦版 都會同樣給你兩支 6.1吋跟6.7吋 所以我們甚至可以合理推測來講 評價版本的iPhone14 Max 它的電池容量呢 會不會跟旗艦版本的iPhone14 Pro Max 6.7吋是一樣的 畢竟手機大小就是一樣的嘛 合理的來講 那個外殼那個模具也一樣是共用喔 既然跟你這麼大的外殼 是不是電池也要給你比較大顆呢 其實聊到這裡 我覺得今年iPhone14 真的就是一個非常值得期待的機種喔 大家不要忘記喔 蘋果的電池容量 是一個非常驚人的一件事情 因為iPhone有著地表最強的晶片 幫你控制效能 幫你控制續航 所以在去年推出的iPhone3 Pro Max 雖然它的電池容量表定是 4300mAh左右而已 但是靠著蘋果這個地表最強核心 A15的續航調教 iPhone3 Pro Max它的續航能力 是遠大於各種Android手機 它的電池容量超過6000mAh 舉個例子喔 這隻iPhone13 Pro 它的電池容量大概就是3000mAh而已 而這隻三星的A53 它是5000mAh的電池容量 但是iPhone3 Pro Max 搭載的是蘋果自家最自豪的A15核心 然而這隻三星的A53 只有搭載了一互作1280 相較之下 兩隻手機的續航能力 三星這隻A53也只是略勝於 這隻iPhone13 Pro而已 但是考量到它們本身的電池容量 它們本身的體積大小 我覺得算是可以充分體會到 蘋果A15核心對續航調教 到底有多厲害啦 甚至不要忘喔 那還只是去年的iPhone13而已 今年所推出的iPhone14 搭載給你A16核心 那個效能那個續航的調節 到底有多厲害 其實真的是蠻令人期待喔 而且今年iPhone14 可不只有這樣而已喔 之前所留出一些CAT檔 基本上就完完全全確定旗艦版本的iPhone14 Pro iPhone14 Pro Max 今年會移除瀏海 給你改成驚嘆號的形式喔 除了這個以外 你可以發現 整體螢幕的邊框也變得更小了 也就是說 隨時有瀏海的移除 還有邊框變小 你整體手機的觀音體驗 還有打油氣起來的爽感 都會完全不一樣 再加後門鏡頭模組這裡 我們可以明確看到變得比較大 所以之前謠傳了很久了 蘋果終於要在iPhone14上面 給你升級到4800萬畫素 我覺得不能算是空穴來風啦 只不過這邊還是要再次強調喔 可以預想得到的是iPhone14 Pro的族群呢 這個Macsave外接式電池 應該是不能繼續沿用了啦 除非蘋果願意把這個磁圈 往下調一點位置喔 不然隨著這個鏡頭模組的放大 今天的iPhone14 Pro呢 它的鏡頭框這裡 絕對會跟它打架喔 所以其實綜合規格來看喔 我覺得不只是手機跑不動的人啊 就算你是去年拿到iPhone12、iPhone13的人 蘋果一樣有給你提供到足夠的誘因去吸引你換手機喔 因為我們可以想一下喔 通常要換手機的族群呢 多半都是你一隻手機已經拿3到5年的人喔 也就是說呢 合理今年要換iPhone14的人 大概就是所謂的iPhone7、iPhone8、iPhoneX、iPhoneXS、iPhone11的族群 如果你是拿到這些舊手機的消費者啊 換到今年各自iPhone14你都會有一個非常有感的升級 但是呢 蘋果今年非常非常的聰明啊 今年所推出的iPhone14呢 我覺得對於拿到iPhone12、iPhone13的人 一樣有那個誘因可以去更換喔 當然前提是你手邊預算沒有那麼的緊啊 因為大家記屁了 我在之前iPhone12有發表一部抱怨的影片 那就是我對於iPhone12全系列整體的續航 整體的電量真的不是太過於滿意喔 大家可以回頭想一下兩年前 iPhone12要推出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在iPhone12要推出的那個年代啊 各家Android手機早就已經滿滿的應用120螢幕更新率這個功能了 而且同時在iPhone12那個年代 各家Android手機也早就有5G這個功能了 當時蘋果在推出iPhone12的時候呢 他就同時面臨到120螢幕更新率啊 還有5G電量的考量喔 因為iPhone12蘋果要主打的功能叫做5G 而且那個時候蘋果在iPhone12的電池容量也沒有給你太大 整體iPhone12全系列的電池容量 對比iPhone11甚至還是縮水的 所以蘋果為了要好好推廣iPhone12這一支初代5G手機 他就逼不得已沒有給你120螢幕更新率這個功能 因為120Promotion還有5G長期開啟都是非常耗電力的一件事情 兩個功能要同樣並存在電池容量縮小的iPhone12上面 對消費者的體驗來講會非常非常的差勁喔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才問大家這個問題的原因啦 因為我個人就覺得呢 電池容量電池的續航算是一支手機要考慮到的前兩大功能喔 一支手機就算它的功能再多再齊全 它的電池容量撐不到你使用你就是關機了嘛 那也就是說呢再強的功能都沒有用 因此在全套iPhone12續航短板的這個機型這個年代 在今年蘋果打算推出一個加大電池容量啊 加快充電功率啦 iPhone14 我覺得對於iPhone12的族群來講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誘因可以去更換喔 那再加上蘋果今年也謠傳要推出4.800%畫素 還有移除瀏海嘛 其實光是移除瀏海這件事情喔 它對準的受眾呢 就是從iPhoneX這個手帶瀏海機開始的族群喔 那更不要講會去買iPhone13系列的人 可能有些人都是很在意它的電影模式啊 還有微距模式 也就是說對拍照攝影相關是有興趣的人嘛 因此蘋果在今年給你提升到4.800%畫素 同樣可以吸引到這些族群去換機喔 所以我覺得蘋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聰明啊 在iPhone12年代呢 它擠了一個120 promotion的牙膏 流到iPhone13再推出 那今年的iPhone14呢 它就推出更好的電量 更好的攝影 甚至更漂亮的邊框 以及移除瀏海 來一次搜刮各種前代機種的牙膏啊 所以呢在iPhone14 Pro、iPhone14 Pro Max 各種功能、各種電池續航 都有給你更好規格的情況下 我覺得它應該是漲價漲定的啦 前兩部影片跟大家講到了 蘋果會推出訂閱資 應該也是勢在必行喔 特別是跟大家聊到了 iPhone14 Max呢 它的售價將會是非常尷尬喔 特別是在電池容量加大的情況下 它肯定也是不可能賣來那麼便宜的 所以呢看到這裡啊 我覺得大家可以不用考慮了啦 現在還是2022年4月喔 大家好好存錢 等到今年9月的iPhone14 大力跟它買下去就對了 因為照各種外媒消息啊 各種報告規格來看呢 今年iPhone14將會是 近幾年最大更新的一代iPhone 好啦 那來問大家一個小問題喔 你最期待蘋果今年iPhone14做哪些的改進 是電池容量加大啊 續航變強 拍照跟你變40008000畫素 整體的螢幕變得更好看 還有一些移除瀏海 還是說價格不要那麼貴 趕快推出訂閱制呢 都歡迎在這裡下留言跟大家一起討論囉 那最後就是不要忘記對影片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才會說到未來更多開箱 還有新消息影片的商訪投資囉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